今天跟各位出拳的示範是 太極拳的腿 手伸步 腳伸步的運作 腿與身體的前進後退 左轉右轉運作 太極拳要連織步 要做腫動 回軸的腫動 他要前進後退 都要可以出拳 就這樣子 知道嗎 這前進 對不對 然後後退 一樣 後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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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進 前進 後退 後退 前進 前進 後退 後退 右轉 左轉 左轉 前進 左轉 左轉 然後前進 右轉 前進 右轉 前進 右轉 前進 運作 那這叫做左連織 左腳在前面 左腳在前面 叫做左連織 那太極拳不太可以 這樣跨步不太好 萬不得已不做 那所以我們要練 左連織 那我一跨步以後 怎麼辦 要變成右連織 懂嗎 左連織 右連織 右連織 左連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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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連織 右連織 懂嗎 你看 那連織步有什麼好處 來 進來 我們做連織步的時候 你也上三體四 這個 太極人叫做半步跟拳 所以他出步 他不會出很快 他都是慢慢的接近疊療 然後慢慢給人家壓力 进来 出来进来 就出血了 进来 就出血了 然后对方打进来 可以顺利打 反应 我退步 顺便可以反应他 OK 好 谢谢